你们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他 因为有过那件闺蜜这件事情 我们俩不就吵开了吗 吵吵完后来 他当时晚上也又没回家 手机也关机 然后两三天也不给我打电话 还是我主能给他打的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老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底线 就让你这样一次次践踏着 然后后来他就特别不高兴 意思讲我不懂事 芝麻点的事也要跟他翻 然后就觉得我能不能成熟一点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说说 然后他就生气就走了 一走就走半年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两个人日后要是生活在一起 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更想的是说是把这个工作做好 然后让我们未来的日子 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他不会跟我去考虑 说是我们日后 你这么说吧 你现在要娶他嘛 咱们不说那职业啊什么的 对吧 如果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不去成长的话 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 我会很累 因为我的肩膀也没这么宽 在我的感情世界里 我觉得我想找一个 就是肩并肩一起走的人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吗 那我感觉我也跟他肩并肩走了呀 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 他以前还是那么宠着我 那他能变心吗 那就要看问他了 他心变了你能接受吗 我接受不了 对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啊 可是他以前啊 就是还宠着我呀 就像我爱吃榴莲呀 然后他就不喜欢吃了 然后以前还给我买榴莲 可是现在啊 我又要一买榴莲回去 他就说家里的味道不好啊 各种嫌弃啊 说他要出去应酬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 我就觉得现在咱们就谈这个 结婚的问题吧 我都觉得 就你还结不结吧 你跟人谈什么结婚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 他这个对 你这么说 感情都 我给你问啊 嗯 结婚照还照不照 那就问他愿别跟我照 问你呢 那我当然想愿意照 结婚照照不照 照 还去国外照吗 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妥协呢 看着我还去国外照吗 我想去 想结婚吗 想 还去国外照吗 为什么老是我妥协 还去国外照吗 不去了 爱吃榴莲是吧 嗯 以后能不在家里吃 在外面吃吗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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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看 工作还是做得通的 成熟了吧 几分钟就成熟了 取吗 他现在成熟了 取吗 所以别来这套 不想取就别取 你别推那个责任 是有责任 咱直话直说 好了 其实问题细问的话 一下就摊在桌面上 对 一段情感出了问题 责任究竟在谁 有的时候还真不太好 说得清楚 我们考察的重点是 你们下面该怎么办 一起来问问老师们 来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问南方一个问题 你知道爱果和爱者是不同的 我就问你 你现在对她是爱果还是爱者 我想总结一下是爱并痛并爱者 你现在对她还是爱者 对吗 好 OK 既然你现在对她还是爱者 我觉得你们这段感情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为什么一段很长的恋爱 总是很难成为婚姻的 它是有原因的 姑娘和男人 她对于一个爱情变成婚姻 她每个时间阶段不一样 比如说第一年的时候 姑娘是不怎么想结婚 两三年姑娘有点想结婚 对吗 然后到了六七年 我特别想结婚 男人刚好反过来 第一年的时候 男人特别想结婚 两三年的时候 她是有点想结婚 到了六七年说 不怎么想结婚 现在是个什么阶段之后 想分手 但我又不好意思说 懂这个意思吗 懂 我告诉你 暧昧是出轨的预备 我觉得她来查你这一点 一点都不过分 不过分的是你 然后姑娘 我必须要说你一句 你现在这个问题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过度依赖 你过度依赖这个男人 过度依赖这段感情 过度依赖爱情 你自己的人生呢 你的身边里面只有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把你甩了呢 他现在已经处于一个 想分手又不好意思说的一个状态 他把你甩了怎么办 你还过不过了 你就想那七年 然后你这一辈子就过不去了 如果他跟你分手了 就把他给剃走 好吗 明白吗 明白 就了那么多 我觉得 陆琦老师说的特别对 现在我也觉得你是在一个 想分手不好意思说的状态 但是你的女生正好相反 女生是在呢 其实明明不想分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口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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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